人类探索宇宙边际的最大障碍,无法突破宇宙第六速度,比光束太快,大家好,欢迎收看量子科普第四十三期,我是常常,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宇宙第六速度,从牛舵提出的万有引力来看,地球上的所有物质,都会受到地球的吸引,我们把这个力称为重力,由于重力始终是向下的,所以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物质, 都被牢牢吸附在地球表面,如果我们想挣脱地球的重力,飞出地球就需要一个很快的速度,我们把这个速度命名为,第一速度,发射航天气的最低速度,为7.9千米每秒,以此类推,又诞生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速度,第二速度是指完全摆脱地球引力所需的速度,为11.2千米每秒, 第三速度是指完全摆脱太阳引力所需的速度,为16.7千米每秒,第四速度是指完全摆脱银河系引力所需的速度,为120千米每秒,第五速度是指完全摆脱星系群引力所需的速度,为2250千米每秒,第六速度是指完全摆脱本超星系团引力所需的速度, 这个速度是多少呢?很抱歉,目前无法计算。 因为我们银河系所处的超星系团的质量与半径目前还无法估算,而实际上,计算第四速度所使用的银河系质量,半径与第五速度中本星系群的质量,半径也不是一个准确值,都是天文学家估算的。 所以第四、第五速度,也是一个估算的速度值,虽然我们无法计算出宇宙第六速度,但是我们却可以估算出宇宙第六速度的最低值。 地球所处的超星系团直径大约1到2亿光年左右,以银河系平均质量来推算的话,完全摆脱本星系团及宇宙第六速度,至少需要接近光速,集算是2千米每秒。 物理学家在计算宇宙第1、2、3、4、5速度时,是按绝对理想的情况下计算的,极不考虑能源消耗,额外阻力,不可抗力。 所以在实际情况下,想摆脱星系引力,航天气实际所需要的速度是要大于宇宙宇宙第1、2、3、4、5速度的。 所以人类所制造的航天气像要飞,如超星系团,所需要的速度就要无限接近光速。 这对于目前的人类科技水平来讲显然是不可能的。 地球所在的超星系团直径是1亿光年到2亿光年,而人类可观测到的宇宙直径至少要在920亿光年以上。 由此可见,地球所在星系团直径,与宇宙直径,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了。 那么人类制造的航天气想要冲出星系团,探索宇宙边际,甚至宇宙之外地方。 所需的速度很有可能要等于甚至超过光速,这似乎违背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提出的光速是宇宙中最快速度的定论。 或许以人类的科技水平,根本就不可能摆脱宇宙的引力,也可能将来的某一天,量子力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人类可以使用量子产效的感应速度,光速的4000万倍,制造量可太行天气,来实现探索宇宙边际,突破宇宙引力的实验。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